大家好,欢迎来到严谈股市 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天的Swing Track 7153 跟我预测的一样,顶级手套的业绩一出 就有一个很大的动作 所以不是往上,而是往下 所以一往下的话,它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它已经跌破之前我们说的那些1块8毛多的支撑点 现在下一个支撑点就是在1块1.735 然后再更低呢就是1.685 所以这边有两个支撑点 如果它跌破这个的话,它很有可能又再跌破这个支撑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面 它的这个MTA呢,现在Cosan是1.61 1.61 所以我想如果它是没有被ban的 它要没有被美国这个禁止,不可以出口去美国的话 Cosan要跌破MTA像Supermax这样 我觉得是有一点困难的 可能就是最低也是差不多在这里 1.683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 如果你们要买入的话,可能这个支撑点这些 是一个机会啦,看可不可以进少少在这边 看会不会再跌 Supermax Supermax也是一样,那天跟你们说了就是它一跌破 它现在就是有一个支撑点在这里 1.265 OK 所以它在下一个支撑点是1.153 可是Supermax呢,它现在它的这个 啊 现前很多 它现前有3.5个Billion 可能就是有些人会担心说它会不会丢这笔钱去美国那里设厂 因为现在ASB都给人家丢的那么烂的价钱啊 给顶级手套丢到20多块啊 还去美国市场 不是去那边亏钱 对不对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capital commitment啊 就是说它其实是contract 还没有contract的 它其实是 你看它这里 它这里有什么 它是commit 这个是这个 其他的是budget 啊 其他这个capital expenditure 1.39个Billion 这个是budget的 然后美国那里 我们这里 它就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我相信也是 还在纸上谈兵罢了 而且现在美国对他们也有这个 禁令 我相信他们还要一点时间去解决那一方面的问题 然后它的价钱 就是因为这个ESG的问题就给它丢低过NTA NTA的话呢 你看它的NTA 是在1.9毛1 然后它的净现金 那时候我们算了 当然它的cash per share都是在1.2 所以是 是在这里1.2 所以是很 就是很低过NTA NTA是1.9毛1 1.9毛1在这里 现在已经是低过NTA很多 来到这里了 所以会不会touch到这里 啊也是有可能 因为它这边 它这边是没有 没有支撑顶的 就是漂浮在这边 没有可能会touch到这边 然后再看趋势 可是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 SP都是下滑 所以 如果顶级手套说 会丢到明年6月的话 基本上 就是现在是没有人看好了 所以市场会压到极低 我们还要再拭目以待 啊 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小反弹 如果要在这边进的话 也是 快二是cash per share 是很 是真的是很低的 嗯 这个是 在手套股里面 呃 这个Supermax有那么多的现金 手套的那个股价来给人家丢到那么低 就是因为是这个ESG的问题了 啊 因为我们也要知道说 到底是谁拿到他的票 在 在他的这个annual report里面呢 可以看到Supermax的话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30大股东是谁啊 所以如果越多Foreign fund的话呢 他越可能他们会丢票 啊 因为他们对那种ESG的风险是很有 好像这些Vanguard 啊 他是Top5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些Vanguard fund啊 只要他们有follow那些ESG的 因为他们的fund里面也是不可以有 这些风险的嘛 所以他们不管什么价钱一定是丢啊 这些他们一定是丢 然后还有 就是Emerging market fund 啊 所以这些 这些大的机构啊 很有可能就是在丢票 啊 我们最近也是看到那个 这个EPF也是在丢那个顶级手套的票 所以 这30大股东 就是 如果有越多这种外资的话呢 他们 这个丢票的这个 啊 机会就会比较多 啊 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他们全部都丢的话 这个股价都是 啊 会比较弱一点 嗯 好 这个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这个Supermax 这边可能是一个机会 可以扩散的话呢 就已经差不多 达到了 这个支撑点了 啊 这边可能可以近一点了 这边可能有再近一点了 看他会不会跌破了 啊 所以 这个是我经验小小的分享 记得帮我订阅 点赞 跟转发 如果有什么新的这个video 我都 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 还有我在我的comment box里面 也是你要加入我会员 现在也是免费的 啊 有什么 有些资料 我可以在这个 delegrand里面 啊 可以share给你们 好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 到这里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